你好 我是嘉莉 今天的主題是 1 3分之1 賽季過後 年度MVP熱門人選有誰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1 2月11號 一開始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很感謝你們過去一年對這個頻道的支持 我自己對這個頻道的想法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未來也會是一樣的想法跟做法 深信謝謝你們過去一年來對這個頻道的支持 謝謝 接著讓我們回到主題 目前賽季已經過了1 3分之1了 因為本季另一賽預計打72場 目前各球隊都已經進行25場比賽左右了 所以很多獎項基本上已經可以開始討論了 因為球員數據如果這個時間點是很優秀的 這代表目前球隊就是以這位球員為核心 換句話說這位球員的數據未來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除非他受傷又或者有大動作的教育案等等 唯一有變化的部分是戰績 因為獎項的部分除了個人數據之外 其實球隊戰績很重要 這個部分當然就是要另一賽打完才能確定 目前國外媒體在年度MVP這個部分 討論最多的人選是胡人隊的皇上 金塊隊的Yokic 球員的Mbit 龍隊的KD等等 實際上人選很多 但我們先從公路隊的字母哥開始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目前是連續兩個賽季拿下MVP 他是有機會挑戰3連霸的 不過MBA從80年代開始之後 神奇之鳥完成過MVP3連霸 這樣的榮譽就連90年代的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都無法完成 這不是要說Michael Jordan不如神奇之鳥 不是這樣 這個例子只是要告訴球迷 要完成3連霸的難度太高了 目前字母哥的場均數據是27加11加5 數據上還是很漂亮 可是跟上個賽季相比下滑了一點點 而且公路目前的戰績也不是東區第一名 實際上去年字母哥能拿下MVP 球隊是聯盟第一的戰績幫他加了不少分 所以本季不管是球隊戰績個人數據 字母哥都不如上個賽季 再加上歷史告訴我們 要完成MVP3連霸難度太高了 所以除非公路後來的戰績 可以跟上個賽季一樣成為聯盟第一名 否則字母哥今年要拿下MVP的機會 我個人認為並不高 接著來看獨行俠的Lukadacic 實際上球季開打前他是MVP非常熱門的人選 本季他場均數據為27加9加8 這是一張相當漂亮的成績單 不過一直到現在Lukadacic 在討論度上是比較低的 第一個原因是目前獨行俠的戰績還不到5成 這樣的戰績在西區還不近前8名 第二個原因是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太低了 在場均三分球出走次數超過7次的情況下 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成1左右 這個數據未來一定要再進步 簡單的說當你在外線出走次數多 可是命中率低的情況下 這代表的是你的進攻效率會出現問題 他目前是聯盟場均三分球出走次數超過7次的球員中 命中率最低的球員 所以就目前來看他要進入MVP追蹤三人名單 我個人認為有難度 其中戰績不佳是最大的因素 接著要討論的是可愛 不過他的部分應該要跟Paul George一起聊 因為Paul George在開機的表現非常好 場均不但可以送出24加6加5 而且他目前是180俱樂部的成員 不過這樣的數據能不能維持到球寂寞呢? 不知道 再加上目前快艇的戰績也在西區前段班 所以Paul George一度也是MVP的熱門人選 可是目前他受傷 這次球隊也變成可愛一人帶隊 可愛目前場均數據是26加5加5 這裡要注意的是他的PER為27 這是聯盟前五名的數據 所以接下來只要可愛可以在Paul George受傷的情況下 讓球隊戰機保持在西區前段班 他就非常有機會入選最終三人名單 聊到年度MVP其實有一位球員很少被討論 那就是突王者的Damiel Lillard 本機長均29分7助攻 其中PER26也是聯盟前五名的數據 今年的他其實是有出現在MVP討論名單的 原因是Sister McCollum跟Nergich兩大主力受傷 但目前突王者的戰績還可以維持在西區前八名 簡單來說個人帶隊的能力受到了肯定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突王者到球寂寞 戰績可以維持在西區前五名 這樣的情況下 Damiel Lillard要進入最終三人名單的機會才會更大 因為今年有非常多火熱的人選 聊到戰績就一定要聊爵士隊 理論上聯盟戰績第一名的爵士隊 球隊中的得分王Mitchell應該也要是MVP的熱門人選 不過爵士是一支多點開花的球隊 正中有6名球員得分上雙 再加上Mitchell個人數據為24加5 老實說在目前這個大數據時代 這樣的數據要拿年度MVP是有難度的 球迷要知道是場均24分在得分排行榜排不進前15名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爵士隊的戰績可以一直維持在西區前段班 球期末Mitchell一定有機會入選 剩下第一次年度前三隊的肯定 至於MVP的部分我個人認為機會不大 接著要聊勇士隊的Curry 在少了K當的情況下 勇士到目前為止的戰績我個人認為還算OK 畢竟球技出花了很多時間進行磨合 目前Curry場均數據為29加5加5 這裡要注意的是PER25排在聯盟前10名 不過Curry在場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得分 他生涯拿下兩次MVP的賽季 球隊戰績都是聯盟第一名 所以除非接下勇士隊的戰績可以爬到西區前3 否則他要挑戰MVP的機會老實說並不高 不過他要入選年度前三隊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接著要討論的是藍網隊的KD 目前長均29加7加5 他的部分在James Harden加入藍網隊之後變得相對簡單 因為球隊中的三巨頭都是年度前三隊的球員 其中有兩位拿過年度MVP 這樣的情況下戰績好事最基本的要求 再來就是會跟上個賽季 胡人隊的皇上加AD一樣會有分票的狀況 所以即便KD在本季的表現很出色 但要入選MVP最終三人名單可能會有難度 聊到胡人就必須要聊皇上 實際上他目前是MVP的熱門人選 目前場均數據是25加8加8 上個賽季他是25加10加8 上個賽季他在MVP票數上是第二名 本季他為什麼會是熱門人選呢? 第一,AD開機的狀況其實並不好 其中三名球命中率、罰球命中率跟場均得分 都是近年來最差的數據 第二點,胡人隊本季加入Montrehead Dennis Schroeder之後 其實球季初也花了一段時間進行磨合 我們甚至可以說 到目前為止這支球隊還在磨合 不過胡人的戰區卻可以保持在西區前段班 很大的功勞當然是已經36歲的皇上 而且最近幾場比賽,胡人隊一直打延長賽 很多關鍵球就是皇上在處理 這當然更加分 所以即便很多球迷開玩笑的表示 他好像10年來都沒有進步 但36歲的年紀長均25加8加8這樣的數據 老實說你不能要求他更多了 未來只要胡人隊可以保持在西區前三名 皇上入選最終三人名單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接著要討論的是球人隊的Mbit 目前長均29加11 今年是他職業生涯的代表年 其中得分跟頭來命中率都是生涯性高 這裡要注意的是PER為31 赤姆哥上個賽季的PER也是31 再加上球人目前是東區第一名 所以Mbit目前是MVP的熱門人選 這一點完全沒有問題 本季球人在老河流的調整之下 場上不再有所謂球權的問題 在讓Mbit的大爆發 本季到目前為止真實命中率為0.67 而這是聯盟前10名的數據 未來只要球隊戰機能維持在東區前三名 個人數據不要掉太多 他是相當有機會挑戰年度MVP的 聊到PER31 輕快隊的啤酒度Yokic 目前PER也是31 他場均可以貢獻26加11加8 其中8.6座公司聯盟的第四名 球迷別忘了他是一名中鋒 他跟Mbit在場上的打法也有很明顯的不同 Mbit是以得分為主 Yokic除了得分之外 他也是場上的指揮官 而且他目前是很多數據的領先者 其中包括不可取代性、勝利貢獻、直跟PER等等 所以他當然是MVP的熱門人選 不過今快未來的戰績可以多好 會直接影響到Yokic有沒有機會拿下年度MVP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可以進入西區前四名機會會更大 但以目前來看他要入選最終三人名單是沒有問題的 差別在於能不能拿下MVP的肯定 其他人選還有綠戰軍的雙哉 等下綠戰軍目前的戰績並沒有為這兩名球員加分 直白說個人數據很漂亮但戰績有待加強 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崔陽身上 另外太陽隊的Booker、國王隊的Faz 甚至是體育隊的潘虎或Brandon Ingram等球員 我自己的看法要以進入年度前三隊為目標 而不是年度MVP 以上就是我個人認為三分之一賽季過後 年度MVP的熱門人選 好之說我覺得皇上跟Yokic還有Mbit 目前看起來要入選最終三人名單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個人也相當支持Damian Lillard 至於你們有什麼想法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輕鬆的聊天吧 好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給一個試試的鼓勵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嘉年我們再次見 掰掰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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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